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半导体业内人士继日透露,三星自5奈米世代以来一直无法解决良率问题,致使原本订单倾向三星的高通,不得不回头向台积电求援。 而他们最新推出的骁龙8 Gen2,依然采用了台积电4奈米技术。 他认为,高通转单成本高昂,且三星甚至难短期内就拉升良率,而先进制程必须在一年半前就要开始展开合作,所以就算会给三星下单也是想征兴的下一点点。 据Naver报道,三星3奈米制程自量产以来,量率不超过20%,量产进度陷入瓶颈。 因此,与台积电合作关系的稳定性,是目前多数晶片设计厂商考量的关键点。 另外,汇达H100高效能运算GPU晶片,除了下单台积电5奈米外,订单规模最大的RTX40系列也转向了台积电5奈米,再加上最大客户苹果及联发科。 台积电5奈米4奈米产能利用率,至今仍维持满载,这也补足了7奈米订单缺口。 据市场调研机构Strategy Analytics最新报告,2022年第三季度台积电晶圆代工,收益超过200亿美元,超过了包括三星在内的其他所有厂商的总和。 此外,股神巴菲特三季度也建仓了台积电,持仓式直达41亿美元。 根据DJ Times消息,据半导体业者表示,进入5奈米4奈米制程世代后,面对三星电子5奈米4奈米及3奈米GAA制程量率低,除了三星自身外,促使大多数晶片业者,包括英特尔塞内等晶片业者,几乎不得不紧细与台积电合作关系,也让台积电300米制程,哪怕沿用原有的FinFET技术。 但仍轻松夺下,重厂大单,最终台积电三奈米工艺也还是订单满满。 据悉,台积电在三奈米上准备了至少五种工艺,之后还有N3E、N3P、N3X和N3S。 据业内消息称,其中N3E,也就是第二代三奈米,效能相比5奈米提升18%,功耗降低34%,密度增加70%,台积电升级版N3E节点制程将在2023年全面放量。 大规模量产时间预计在2023年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。 尽管有钱能用得起3奈米制程的IC业者不多,但所有客户都拥抱台积电。 此形势除了台积电谨慎小心推进先进制程,不会贸然踩行弯道超车战略外, 其实三星自身的挫败,也是台积电能独霸先进制程的关键助燃器。 没有了三星的阻碍,其他晶圆厂对台积电完全构不成威胁,台积电涨价也就说得过去了。 此独霸情势,也将让其晶圆代工每代制程价格大涨毫无阻力。 台积电的每片晶圆销售价格,从10奈米以下工艺节点开始承指数级增长, 据台湾电子时报报道,消息人士称,当台积电在2004年底发表90奈米晶片时, 成为全球第一家在大批量生产中,采用以水为介质的193奈米浸润式曝光机, 取代传统的157奈米干式曝光机。 改写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曝光机规格,也突破摩尔定律的挑战, 当时90奈米制程晶圆报价近1700美元,65奈米则接近2000美元。 在代工厂进入10奈米以下工艺领域之前,晶圆价格一直在稳步上涨。 2008年40奈米工艺的价格为2600美元每片, 2011年28奈米工艺的价格约为3000美元。 2017年,一入10奈米工艺并投入量产时,价格约为每片12英寸晶圆6000美元。 然而台积电在2018年推出7奈米工艺时, 每片晶圆报价翻倍冲上近1万美元, 5奈米更已超过1.6万美元, 对比7奈米,涨幅高达80%, 而且这一数字仍未记录,台积电2023年6%的涨幅。 据业内消息人士称,台积电3奈米的晶圆价格估计超过2万美元, 这肯定会增加晶片和系统供应商的成本负担。 3奈米相比上一代,涨幅接近20%了, 较至过去10奈米之前的各个节点温和涨幅来看, 确实还是很高了。 如果加上更高工艺节点的EDA费用, 研发、流片、测试、封装、粮绿等成本, 最终的3奈米单颗晶片成本势必会更高。 此外,日前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表示, 将不排斥把一部分先进产能移到美国生产, 也有可能将3奈米转移至台湾以外地区,例如美国。 张忠谋指出,现在有一个计划,不过还没有完全敲定, 应该说是差不多敲定,就是在同一个亚利桑那州, 3奈米是FACE2第二阶段,5奈米是FACE1第一阶段。 而美国生产的3奈米肯定要比台湾贵得多。 生产成本暴增下, 津贴业者势必将不断上涨的成本转嫁给下游客户, 并最终转嫁给终端消费者将是不可避免的。 这意味着终端新品售价已回不去。 台积电3奈米产能第四季量产的N3制程节点量不多, 由于英特尔修正蓝图, 因此主要客户是苹果。 除进度延缓的英特尔外, 高通、联发科与辉达等也已预定2023年、2024年产能。 事实上,辉达第四季推出的RTX4090官方价格 较2020年同期发表的RTX3090显示卡增加5%至10%, RTX4080首发报价, 更比2020年同期推出的前代RTX3080大涨2至3成, 市场对于供应链上下游库存满手,需求疲弱。 辉达仍逆势强涨的策略多有质疑。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对此则之言, 尽管效能推进有限,但新品调涨很合理, 因为12英寸晶圆代工报价较过去大涨, 不是只有贵一点点而已。 值得注意的是,成本大增的iPhone14系列售价虽未飙升, 但半导体业者预期, 苹果、iPhone15等产品预计会将此成本转嫁至终端消费者、客户, 且涨幅将相当明显。 实际上,2022年的iPhone14系列的几款机型, 在配置方面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, 所以可能有些消费者对于其中的部分机型并不是非常满意。 尤其是动态导这一全新设计, 在标准版和Plus版上的缺席, 更是让不少消费者在购机时选择了定价更高的几款产品, 或者选择等待iPhone15系列的问世。 根据媒体释放的消息, iPhone15系列四款机型或许将会全部标配动态道, 相当值得期待。 根据此前的爆料讯息, iPhone15系列将会配备8G记忆体, 传说中的Ultra机型还将采用钛金属打造外壳, 并且放弃延续了几代的直角边框。 另外,由于苹果2023年iPhone15系列所搭载的A17晶片, 采用台积电昂贵的N3E制程, 每片晶片报价大增, 在其他零组件同样也是成本拉升, 以及全球通膨压力之下, iPhone15系列是将调涨, 涨幅将相当有感。 其他一众新品恐怕已经无法回到之前的低价时代了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